玉儿这一百颗超级单给你 你一定要帮我降服猪雀 菜鸡哥哥 这猪雀连你都没办法打过 我又怎么能降服它呢 玉儿你是神兽猪雀的天命之人 猪雀是不会伤害你的 菜鸡哥哥 玉儿一定不如使命 说吧 玉儿就前往了猪雀领地 想必玉儿可以轻松拿下猪雀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对付青龙和白虎 老大 恐怕你更不是青龙和白虎的对手 难道青龙和白虎比猪雀还要强吗 四大神兽中青龙排名第一 白虎排名第二 你连猪雀都敌不过 更别说其他两个了 看来我们还得去找青龙和白虎的天命之人了 老大 如果成功找到全部天命之人 便可以开启峡谷中最珍贵的宝藏 难怪之前无数的强者前来挑战 都没有成功找到宝藏 原来四位天命之人才是开启宝藏的关键 老大 我感知到我的天命之人就在附近 那我就先替你找到天命之人吧 打了这么久的Boss 为什么连一级都升不了 我就不信了 话音刚落 玩家就和Boss打了起来 只见玩家勉强打掉Boss后 立刻吃掉了爆出的超级丹 真是够邪门的 为什么吃了那么多超级丹 等级还是不能突破100级 因为你是玄武的天命之人 当你等级达到100级后 若是没有玄武的帮助 你就永远无法突破 原来如此 前期我特别顺利的就到达了100级 可后面不管我怎么努力 都无法突破 我的宠物也因此离我而去 我把神兽玄武给你带过来 只要你肯收他当宠物 你就可以解除等级限制了 我们素不相识 你竟然肯帮我 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说吧 玩家就收下了玄武内单 我现在感应到了白虎的天命之人 他现在好像遇到了生命危险 事不宜迟 我们抓紧去解救他 主人 这个人就是白虎的天命之人了 只要我们将他灭杀 菜鸡就永远无法获得峡谷宝藏 我和你们无冤无仇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 要怪就怪你是白虎的天命之人 抹杀你也是情理之中 话音刚落 暗一小巢就发起进攻 这时玄武直接挡在了前面 没想到竟然是你们 烧我炸天帮 我和你们势不两利 说吧 菜鸡一顿连番融合求砸去 主人不好 他们竟然已经收服了神兽玄武 我们现在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们快走 说吧 一行人就逃走了 好人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我今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你以后就跟着我们吧 这些人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主人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三位天命之人 现在就差青龙的天命之人了 时间不多了 我们先回去看看玉儿怎么样了 随后 一行人又回去了 玉儿 没想到你 竟然这么快就降服了朱雀 菜鸡哥哥 玉儿现在战斗力也很强了 以后我就可以帮你消灭坏人了 系统提示 炸天帮锁中夭毒已入肺腑 倘若一天时间内无法医治 所有小兵将会消失 最后两车上闪购准火 0 不